齊老這個祖林 嘎姓傳統家屋終於完成 活用未來一切順遂 睽違80多年看到石板屋 能夠在嘎姓舊部落重現 齊老也非常感動 這個是感謝各部門 有這個經費 把我們這個加薪這個石板屋 當然 如果 如果有法部 有法支付 他們想法的話 當然我們家族所配合 這個法案 因為這個畢竟是大家的 文字局長指出 全國40多件 再造歷史現場計畫 只有屏東牡丹社事件 跟這件位在拉庫拉庫期 流域的布農族嘎姓舊舍 是原住民族相關案件 而嘎姓舊舍的石板物價構材 都是在地取材 並且全程以黃藤纏繞固定 強調傳統記憶落實的核心價值 再造歷史現場計畫 一個很重要的科技價 就是要連結跟在線 土地人民的歷史記憶 這個不只是一個硬體的護眼而已 更重要 它把布農族 八十年代的傳統的智慧 實施再把它可現出來 我想最重要就是 這麼落實傳統實施的在線 保存世界的文化 遺產是很重要的 有很多的心酸血淚的歷史在這邊 希望讓自己的根 還有這些歷史的故事 讓我們的族人不要忘記 除了石板屋 這次也完成竹宮寮 手作步道的詩作 重現舊部落面貌 未來將會成為文化延續 以及傳統知識教學的場域 耳語管處也提醒 遊客經過此處時 切勿隨意扎銀破壞 以免處罰 原則新聞在Lowbeats花蓮桌西 採訪報導